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月向盐亏的多重选择题 那这种多选题 他要求我们在月向 A到C中选一个 然后把他 东升的时刻 从珠到F选一个 这一题的完全正确答对率 只有30%不到 即使高分组也不要达到 80%以上的得分率 表示这样的题目 对同学来讲是有一点难度的 但事实上你只要对月向盈亏的原理 有所理解 配合上一点点解决技巧 这种题目其实并不难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月亮如果现在的位置是在这里 跟地球从北极上空俯瞰 以及太阳光照射的方向来做一个对照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读月向的答案呢 一般我会建议同学这样子做 你把月球跟地球中心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月球有一半面对地球 而一半是背对地球 这时候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月亮整个受光面 月亮被太阳照亮的部分 是面对太阳这半边 其中被照亮的部分 面对我们的面积有这么大 而背对太阳的部分 背对太阳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暗面 比一半来的小 也就是亮多 暗少 那这种情况之下 它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月亮受光的面积 超过一半以上 那就应该是一个突月 那假使月亮是在这个位置 当然 它的情况就是 太阳 地球 月亮 夹角 不到90度 这时候我们看到情况 就会变成 暗的比较多 亮的比较少 是一个霉月的形状 那什么情况 下会看到一半一半的 显月模型呢 那基本上就是月亮 地球 太阳 刚好呈直角的情况下 好 这就是有关于月向盈亏 形状 判读的简单技巧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来得知 应该是一个突月的形状 C是正确的 至于所谓月亮深末时刻 通常如果你要直接做图 它会牵涉到比较高的难度 我会建议同学这样来解题 也就是说 当我们站在地球上 观察者发现 以这张图示来说 月亮初见在头顶正上方的时刻 来进行推测 为什么呢 因为月亮升起到落下 月亮升起 到过中天 就是它最高的位置 在观察者头顶方向 过中天的位置 然后一直到它落下 平均来讲 平均来讲 应该大致上是 各间隔六个小时 原因是因为这是地球次整 造成的月球 东升 西落 所以大概以半天的时间来看的话 它升落时刻 应该是升起需要六个小时 过中天 而过了中天之后 还是往西边落下 也大概需要六个小时 所以你只要知道过中天的时刻 是几点 就可以倒退回去 东升 甚至于是西落的大致时刻了 那我们地球上的时刻 是利用太阳来定的 当太阳到我们的头顶正上方 过中天的时候 代表正五十二点 而它的对面的地球的 对面 就是所谓的半夜十二点 二十四点 或讲子夜零时 那以地球从北极幅看 它是逆时钟自转 所以地球就看作一个时钟了 往这个方向看 它就是六点 而到这个位置就是 十八点 那一样 任何一个位置 都可以定住它的时刻 以目前我们看的 这张图形的观察者 它所在的位置 应该介于十八到二十四之间 大概晚上九点 就是二十一点 所以今天 对观察者来讲 二十一点 二十一点 月亮是过中天的 达到最高的位置 往前推测六个小时 推六个小时 往后推六个小时 分别是东升 跟西落的时刻 那以这个题目来讲 东升时刻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往前推到是十五点 也就是下午三点钟 那当然它落下时刻 我们一样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来推测 大概就凌晨三点落下 所以像推测 月亮过中天的时刻 以及东升西落 就可以利用 观察者所在的位置 和月亮过中天的时间 来进行判读 以上是关于月向盈亏的考题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